大家晚安 我是無界 又到了改島的時間啦 在開始動工之前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目前改的哪些地方 我們最一開始用各種石頭家具 以及石像布置了機場門口 接著我們以沙地 與狂歡街家具為主 布置了遠人的家 再來我們把島上的博物館用成了一個廢墟 也把島上的湖打造成一座綠洲 上一集我們把孟奇的庭院 打造成叢林度假風格 今天要來佈置的是沿著機場路線往上走 在綠洲以及廢墟博物館之間的這塊區域 這邊再往上一點點就是我島上服務處的所在地 我要建立一個通往服務處的通道 並且在這個通道的左側 打造一個給動物們野餐休息的地方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鋪馬路 就目前為止我都是用泥土地在鋪馬路的 今天我要用我的設計來自己畫馬路 也要來教大家怎麼簡單的自己畫玩玩曲曲的馬路 這次畫馬路我參考了娛樂的這支影片 我覺得娛樂說明的超詳細的 我照著他影片說的自己畫馬上就畫出來了 推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部影片喔 娛樂的影片連結我會放在資訊欄 只是一般這一類的馬路大家都會畫泥土路 但是我今天想要畫小碎石路 就像我們去野外的時候也不會是只有泥土路吧 我們也是會走在一些小碎石的路面上 那我這邊已經有先看娛樂影片編示畫出一組了 但是我這邊再重新畫一組新的 給大家看一下過程喔 首先我們先選擇我們要使用的路面主要顏色 我會建議選偏深色一點 像我是要用石頭路所以我選擇了深灰色 再來我們用四到五個不同漸層的顏色 像這樣一點一點點上去做出顆粒感 最後我把最深的顏色隨機挑幾個點 來放大它的色塊 讓它看起來像是比較大顆的石頭喔 畫完後我們再重新調整一下顏色漸層到自己滿意為止 接著我們把它複製出來總共複製九份 為了方便我們辨識建議大家都這樣九宮格的放置喔 接下來我從左上角的部分來跟大家說明怎麼畫 我們這幾塊路有一個重點就是到時候我們希望它可以都連接在一起 所以我們的連接口最好大小要一致喔 這樣子路接起來才會自然 像這一塊的話我先預設它的兩邊連接點都是五個格子 所以我現在開口塗上五個格子的透明色 塗完其他就隨便的給它塗上去大家自己開心就好喔 塗上透明色的部分呢到時就會露出原本的草地 為了讓鋪上路面後更自然呢 我們也可以在碎石地的區塊裡面塗上一兩塊的透明色 這樣到時候草地也可以從這邊透出來就會很好看 塗完透明期後我們再使用 比基底色再深一點的顏色 沿著邊線描一次添加陰影感 像這樣我們第一塊就完成啦 我們把它取名為石頭路1 接著我們來畫石頭路2 也是用一樣的方法喔 我們先把2兩邊的接點五格給畫出來 之後中間我們再隨自己喜好塗出不規則的形狀 裡面挖空再塗上陰影線條 這樣石頭路2也完成啦 接著我們用一樣的方法再來畫石頭路3 4 6 7 8 9 而5就可以不用動到它喔 大家如果喜歡路面上有一些小碎花的話 不妨在外圍透明期的部分加上一些碎花的圖案喔 如果是用來畫石頭路1,我們大概要做到一塊塊的部分 它很快要來畫面 就在一些小碎花的圖案 然後在兩塊塊上去畫面 再按讚描畫面 照片大火圖案 在旁邊的尾巴上 上有一個小碎花的圖案 我們在這裡用小碎花圖案 我們在這裡用小碎花圖案 但是會給我一個小碎花圖案 這篩案 發生了一個小碎花圖案 然後再加上碎花圖案 然後再加上去圖案 9格都完成後我們馬上來試鋪看看吧 頭尾的部分我想要讓它面積大片一點 通道的部分則大概用2-3格寬就可以了 我們先來把這一片大塊的面積給鋪好 我們都可以一邊鋪一邊調整它的位置 先大膽的給它鋪下去就對了 要把這樣的馬路鋪的好看 要領在於除了5號地以外 其他號碼同一塊地不要連續鋪3次以上 這樣路面會彎曲的比較自然一點 最後收尾的地方我會想要稍微用比較大的面積來說 這樣我們的碎石路就鋪好啦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是有那麼一點不自然 但是待會我們把樹種上去之後就會完全不一樣囉 在種樹之前我要再來使用黑土路 把動物們要野餐休息的區域給畫出來 我也沒特別規劃什麼形狀 隨便一點讓整體看起來比較自然 再來我要來使用原木系列傢俱來佈置這一塊啦 先放上原木圓桌跟原木餐桌 這邊主要是規劃給小動物們用的 所以它們能不能通過是很重要的考量喔 擺放後自己先走看看喔 野外原木長椅也是要擺對位置 動物們坐上來才不會背對著我們 再來放上火把以及吹火 增加一點野營的氣氛 這邊放個原木堂椅給大家休息 靠近桌子的這裡種植一棵大的闊葉樹 然後再把它砍掉 剩下的部分我們就可以當做椅子囉 接著我們來幫桌上準備一些食物 跨年時販售了一堆食物 很適合用在這樣的地方喔 烤肉爐也很適合這樣的氣氛喔 接著放兩個原木樁來跟道路區域隔開 這邊再種個蒸葉樹一樣砍斷來當椅子做 這一側可以使用原木柵欄 來跟綠洲的區域做一下區隔 這樣家具的擺放就先告一段落了 剩下的就是我們每一集都要做的種樹時間 想要被叢林包圍住 所以我在各個地方都種了一些闊葉樹跟蒸葉樹 有些地方確定要放樹的完全體的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樹給移過來喔 灌木與花也可以看準位置來種植 這次花我選用了黃色三色景 都種好後還是老樣子喔 我們就一天天的來觀察它們生長情形吧 好像是第一次一口氣種這麼多小樹 同時冒出來超可愛的 比較靠近畫面前的樹 我們讓它們維持在S跟M的尺寸 比較不會擋住我們拍照視線 也比較不會擋到小動物的樣子 後側的樹我們可以讓它們長得比較隨意一點 只要能營造出樹的高矮不及感就可以了 在它們生長的途中 如果有發覺哪個地方比較空的話 也可以再補充種植一些 下面這邊呢我補放一個圓木長椅 拿來隔開這一塊雀躍與沙漠區 再來又是使用鴨兒琴的時間啦 我們把它分散在草地上面裝飾 鴨兒琴真的好好用喔 畫面後方有點空我再多種一些樹 我自己的房子都快被樹給埋起來了 這塊區域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我來講解了 你們看上去看 那 喔 喔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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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改导影片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內容 可以幫我點個讚或是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喔 這樣就是對我很大的支持啦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in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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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n针